教育部昨天證實 嘉義私立道江科技技管理學院 確定要停招退場 師生是一個都不留 而今天 校方將會召開記者會來說明 一百零八年的招生註冊率 沒有達到六成 不盡理想 加上連年虧損 讓嘉義道江科技技管理學院 決定停招停辦 十三號消息一出 教育部也隨後證實 五月十一號收到校方來函 並表示會嚴謹審查停辦計畫 師生安置等配套措施 受到小子化衝擊的 還有新北市的中華溝中 二十多年來培養無數棒球好手 王建民 陳金鋒都是校友 校長不捨說 向教育局提停招 停辦是不得已的決定 十年前全校學生還有近兩千人 目前近四百三十個人 財務負擔一年比一年重 校長說去年三月開始陸續出售 不動產校地 約兩千萬支付 教職員的薪資 仍未能補足財政缺口才會提出申請 不過新北市教育局說 校方沒有董事會開會記錄 和學生安置計畫 資料程序不完備 不是說停辦就停辦 除非他所有的教職員工生 通通都有妥適的安置 否則如果沒有在這前提之下 我不可能讓他馬上停辦 柯大那邊願意伸出這個元首 小子化海校來襲 私立大專院校躲不了 今年還沒有過完一半 就已經有三所宣布停招或退場 包括南榮科大及道疆管理學院停辦 還有康寧大學台南校區宣布停舟 如何完善保障私生的權益 是接下來教育部持續要面對的挑戰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朱鋒竹 主題稱 綜合報導